梁武帝饿死台城的三世因果 第一是,沙迷烫死蚯蚓 昔日有一座寺院,主持僧二人,岁分为东西两房 东房主持僧的法堂前,有一只蚯蚓,早晚听经 岁得灵性,每至五更时分,蚯蚓便名 主持僧便叫诸徒弟起来参佛,课诵经文,非常准时无时 而西房主持僧,见到东房师兄,每日五更准时起来,参佛课诵经文 便要求西院诸徒弟,而众人何不看东房师兄弟,修行甚谨慎 每日五更早起,参佛诵经 而尔等如此懒惰贪眠,非是修行之人 西房有个徒弟,就去问东房徒弟说 师兄,你们众人如此精神,每至五更透早 因何之行起?我等贪眠,睡到天明,尚不知醒 东房徒弟答曰,我们亦是贪眠好睡 但我师父法堂前,有一只蚯蚓,每至五更时分,殿明 师父若听到蚯蚓您,就叫众人起床,参佛诵经 因此都准时无时 西房徒弟闻此言,暗恨蚓而回 一日,东房师父外出,西房的那个徒弟就烧一锅热汤 将热水灌入蚯蚓穴中,蚯蚓即被烫死 四日天明,东房住持僧 没有听到蚯蚓鸣叫,就叫徒弟起来密询 徒弟看见蚯蚓已死,就秉之师父 东房师父出来看见,就为他诵经超度 第二是,乔夫饿死猴子 那只蚯蚓蒙受师父超度 后得转人身,出世为乔子 每日卖柴生活 而西房的徒弟犯杀生戒 福气宵尽,坠落出世为侯 但由前世灵性,最喜欢供佛 而乔子今世也都行善,好供养佛 乔子每日登山砍柴 一日来到山中 看见有一座庙半坏 里面还有三尊佛像 头顶的错瓦破坏 乔子恐三尊佛像 寿雨露失坏 于是买三顶大粒来遮盖佛像 又某日 乔子欲登山砍柴 来到西边 看见有七位秀才 想要素西不能得过 于是搬来七块大石头 扑于西中 众人便得踏实过西 事实 山神土地便奏上天亭 约凡间有乔子扇心 乞盖三宝殿 造下七星桥 乔子每日登山砍柴 便手持仙花 到山边庙中供佛 那只转世的弥猴 也是每日持花来奉佛 他看住坪中有花 便把原先的花扔除 将自己花插在坪中 弥猴走后 乔子砍柴回来 经过庙口歇下 看到自己的花 被置在地上 并有心话 就想 此处乃是荒山辟地 无人来往 此花从何而来 幼自己的花 为何会被置在地上 隔日他又持花供佛后 就躲在庙门边偷看 不久 一猴手持仙花 来到殿上 将原先坪中花抽走 又将自己的花 插在坪中 乔子看到大鹤一声追出 猴子惊吓 回头就逃 躲入了洞穴 乔子捉不到猴子 就将洞门用大石头塞住 猴不能得出 遂在洞内饿死 这是此二人 乃前世因缘果报 后来乔子受尽 天地见他有大功德 将乔子拨去梁国出世 姓萧明衍 后来为梁武帝 而那只猴 拨去魏国出世 姓猴明景 之后官拜将军 领兵围困台城 此事后雨 云宫和尚剁牛身 再言乔子转世的梁武帝 姓佛持斋 拜至公和尚为师 他的皇后西世 亦拜云宫和尚为师 有一天 云宫和尚开堂说法 息后请梁武帝来听经 武帝又请志公彤来听法 云宫和尚开堂讲经说法 去幼时饮酒食肉 志公敬前问曰 云宫 而现今为国后之师 今日登堂说法 因何饮酒食肉 云宫答悦 为饮食之犹如无始 志公悦 孔尔后来遂作之 犹如无作之 之后云宫扶尽气消 死后坠入牛胎 志公禅师 就对梁武帝说明事情 梁武帝不信 志公一日遂同武帝 到野外观山玩水 行到田野 看见有一只花色公牛 在此耕田 禅师对梁武帝说 这就是云宫的转世 五帝曰 师父如何知之 志公曰 帝若不信 可叫三生便知 五帝连叫三生 这只花牛四脚贵落 两眼流泪 志公健壮曰 昔日登堂说法 而自言 时之犹如无时 而今日竟赘作花牛 闻此言后 牛碎自处离而死 梁武帝大惊 急作施曰 坚持修行度众生 冒犯口业罪不轻 酒肉不除登台座 云宫说法罪牛身 无礼一安 十礼一寺 却无功德 见到此等恶报 五帝心中之物 坚持信心 但奢华习惯性未改 使命歌迷演戏 邀至公同赏 等戏作大闹之时 五帝就问师父曰 这戏好看吗 志公回答 我不知 五帝曰 戏在耳面前作 为何不知 志公曰 帝若不信 可将狱中重犯 放出三人与我 自有道理 于是五帝将狱中 重犯三人放出来 跪在志公面前 志公 及对罪人说 而等三人皆是死罪 我今日将水一盆 安在耳等头上 跪于戏台之前 待戏作完时 水落无一滴见出 殿奏万岁 赦你们无罪 水落有一滴一出 死罪同前 重犯跪在戏台前 戏作大闹之时 志公就对帝言约 如可问耳等 戏作好看吗 地教犯问约 戏作得好魔 重犯答约 无等不知 地闻言骂约 戏在你面前 为何不知 重犯奏约 罪人只顾生命 不知戏作得好看 志公师父对帝约 修行之人亦是如此 急设犯人无罪 犯人得生 欢喜而去 志公作诗约 一盆清水绿悠悠 把来安在罪人手 君王眼戏无心看 只为性命不举头 地听此诗 心中之物 随气奢华之心 有一天地向志公约 寡人自持斋不施 斋僧供佛 亦欲无礼造一安 实礼造一寺 功德可大呼 志公约 毫无功德 地约 师父曾说 寡人前身为桥子 乞盖三宝殿 造下七星桥 此功德甚大 今得国王之位 造许多安寺 供众僧居住 无功何也 志公达曰 如前身为桥子 乃是自己善心起 盖三宝殿 造七星桥 由一己之力 方有功德 今日为地 欲起安怨 必宣照民夫 乃劳力人众 实无功德 皇后坠落蛇身 西氏官帝每日听经 于江山不顾 心中不悦 便起恶心 即使毁谤佛法 也要使志公破戒 就杀狗作为馒头 假意请志公到内宫有座会 想要破了他佛戒 杀他姓名 志公早先知觉 急对地约 西后明日欲请侮辱内宫 破无佛戒 害我姓名 于宫内若有难 无将伯谷打响 无主作即来就无 帝约 不妨 皇后次日 果来请师入宫 将馒头赐予吃 志公言受罪不敢吃 西后大怒 遇害性命 志公即命徒弟 将伯谷打起 将馒头 置向御花园 变作荤菜 葱谢酒蒜 此四样乃是五星之物 帝文德温伯谷生 连忙来到内宫 遂就至宫师无事 五帝大骂西后 在内宫害人 后来看尔如何报应 西后 因欲破志公佛戒 被天地消腹减兽 身染重病 受苦报而死 无常鬼族 拿去见阎君 阎君大怒 将西后 押入地狱中受苦 之后将西后 折贬为蛇身 西后受苦至极 咽喉如针之戏 腹度四海之大 近日饥饿 不能饮食 身中灵甲 被虫啃咬 苦痛难当 治宫做梁皇宝颤 梁五帝自皇后死后 久未曾入内宫 一日来到内宫 忽见凤楼上面 有一条蟒蛇 见地来 就叫君王来救妾 五帝曰 你是谁 蟒蛇曰 妾就是西后 因前生要迫至公师父戒 杀生害命 今日得作蟒蛇之暴 求弟念夫妇之情 请治公师大发慈悲 为妾做法是忏悔 梁五帝闻西后 哀求之声 求得治公禅师待西后 忏悔罪迁 被其相摘素果 治公和上课送佛经 治公师便作诗曰 劝人无事修奉佛 奉佛罪重苦无边 迎风点火烧自己 含血喷天污口唇 梁五帝闻得此诗 心中哀怯 治公心中不忍 急躁梁皇宝颤 为其超度 之后 五帝呼见空中有一人 飞腾在云端里约 多蒙君王大恩 师父法力 妾已脱蛇身 超生天上 梁五帝闻言 家境修行 日夜蒙静 精进勤修苦功 因果环报 帝坐连升天 一日帝问治公弟子 何时成道 治公用手对咽喉指指 五帝不解其意 治公对五帝言约 而在此荣华富贵南离 可宜居山林 方才可集会成道 五帝依此言语 即迁去台城参道 治公之良帝接下来 该受此事的果报 遂即拜别君王而去 呼一日 魏国侯警叛乱 带领兵马杀盗 将台城团团围住 两五帝被困 两草饮食全无 临危急难之时 遂有退道之心 此时治公驾云在空中 高声言曰 此正是娇尔还他三世因果 不可生退道之心 五帝闻此言 欣然接受 后饿死于台城 此后魂坐连台 同空出现 两五帝坐诗约 是我当初不知音 本是同根一派人 而因为成取我命 我今台城还尔音 侯警一达诗约 我是红尘不知音 不识同根一派人 五帝坐连飞升去 立即收兵尽除根 帝之后身坐连台 同空而去 后继 故事中 一物与一物之间 总是环环相扣 阴阴果果 如西苑的徒弟 用热水烫杀了冬炎的蚯蚓 另一是角色变换 蚯蚓转身为乔子 用大石头挡住去路 饿死了西苑徒弟转世的猴子 这都是渊渊相报啊 如果当时西苑的徒弟 见贤思奇 那么蚯蚓转为人 而徒弟修成正果 岂不是两全其美 历史上前车之见 何其之多 只可惜人心依然狭隘 不懂得尊重 道德良知泯灭 为了己思 一心一意整肃他人 玩弄权力于股掌 哪知因果报应如影随形 如何能躲得掉 如梁五帝之息后 欲陷害至公禅师 如云公之说法 饮酒食肉 最后得报 丝毫不爽 而即使亲见了 两件事的梁五帝 仍不得而知 生命者为何 依旧醉身梦死 身心尽在凡尘中 不知何为因 何为果 最后幸得至公和尚帮助 才能转念升天 古人曰 修道重在修心 成不期如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